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明尊信 那么近期中国国家安全部 这个提出来新武反 那么以及新的保密法通过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这呢中美处于新冷战 你说中美直接爆发 直接武装冲突呢 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 不是没有 但是目前来看是不太可能 但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才做好了 这个全面的扩军备战的这个准备 那么枪杆子要放 不是那么轻易的 但刀把子之间的这个对抗 那是非常的血腥 以及非常激烈的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 陈一新 最二十七九日 在中共党教学习时间 撰文号召新武反 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 反恐怖反间谍 一句话大力开战 武武反斗争 中共曾在建政初期的1952年 发动武武反运动 其目标是打击万人负义 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资本家 借此中共政权 堂而皇之地消灭了 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工商界人士 企业家到了七十年代末 国家快被他们搞破产了 又搞起改开 资本家成了欢迎对象 习近平时代又不怎么改开了 民营企业家又过上风雨漂亮的日子 现在陈一新新说的这个武反 斗争重点似乎对外 但也对内 陈一新强调反间谍 就是要组织强大攻势 持续开展反间谍专项活动 深入实施新反间谍法 坚决挖钉子出内间 陈一新还说 要打好反颠覆保卫战 对外要筑起 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 抵御颜色革命 对内要铲除 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 收获网络 大专院校等意识形态阵地 反分裂则是指 要坚决反毒 防止台独分裂阴谋 惩治台独马迁族的台湾 间谍人员等等 陈一新的目标 直接对准祖国的报道台湾 那么 这个前面呢 对于中共那个批判的 那个东西 说实话 这个文章它是 这个属于是比较 亲台湾立场的一些人写的 那当然肯定会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无所谓 我们看看敌人是怎么看待 也挺好的 从他们视角里面 也能看出来一些 他们的一些想法 那么现在台湾就呼吁 台湾人不要到大陆来 所以说在这个谍报领域里面 重点就是什么 反这个台湾的这个谍报领域 所谓的间谍 就直指就是台湾的谍报领域 还有就是美国策划的那些 策反的那些二鬼子 所以老兵已经说过了 台湾你 这个 觉得两岸相应无事了 不是国台办来说了算的 而是枪杆子和刀把子说了算 那大家看看 这个王沪宁这一次在北京建了 这个国民党的明代和17条 这个盘剥台湾人的这一帮猎犬 然后呢 王沪宁说没有人想要打仗 然后呢 台湾呢就把这个话 奉作这个圣旨 皇上说了 不打仗了 那好像又歌舞升平了 一派这个 这个高兴得不得了的一副场景 然后呢 好像这个 马祖们要大陆人家去旅游了 两岸呢 又要恢复到以前了 又要这个 这个相应无事了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个刀把子这个机构 在这里讲的这个话 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我说过枪杆子 已经在台湾基隆上空飞来飞去 两分钟到台北 甚至已经在台北的这个外 外海在那边飞来飞去了 对吧 刀把子直接就说 你台湾来的大陆的人 基本上都是间谍 都是谍报人员 大家知道吧 间谍分为硬性间谍 跟柔性间谍 硬性间谍是什么 就是过来搞情报 这个到处乱拍照片 到处来来搞这种 这种有价值这种情报 比如说像之前国家全部公布的那几个台坝子 比如说到什么罗湖口岸去拍 要去马上要去镇压这些港独的 这个武警部队 现场是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车辆 能源有多少 对吧 去一些军事基地去拍 拍来拍去 这种叫硬性间谍 软性间谍呢 就是直接就是来进口皮尔文化 建立对吹中心 对吧 然后一起吃这个田桶 两个男的舌头 在这个田桶上面打架 雕花 搞艺术雕创作 或者说搞叠作汉 他妈就搞不懂 这个男的跟男的有什么好摸的 我也搞不懂 尤其他们这种鸡老八里面 大量的这种男的跟男的 你说他又没奶子 在他后面 抱到后面 鸡巴顶在那个屁股 那个钉钩子里面 在他蹭了蹭了蹭 然后她妈比手 在那边摸 我不知道她妈有什么好摸的 对吧 那这就是什么 叫楼性间谍 咱们来搞这个 他妈意识形态疏突的 所有的台独艺人 你看蔡依林的演唱会 有非常多的季老区 张辉妹的也是 大量的台独 这些艺人 全都是什么 台湾的艺人 几乎都是台独的 楼性间谍 这个打手 意识形态打手 所以我说过 那 两岸无节制的能源往来 他就会势必造成什么 这个大量的 这个谍报能源 进入到中国大陆来 所以说 这中国大陆啊 和任何台湾人打交道 大家要小心啊 要罚了他们 不能随着便便 让他们赚钱 跟他们的合作 全部都要终止 统统都要终止 让他们没饭吃 他基本上都是坏蛋 都是鹰逼 这帮比较远离他们 大家知道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 心无反 讲得非常清楚 你台湾人来大陆 基本上都是谍报能源 这个 我之前说的词 不是那么夸张吗 对吧 老兵又说 你说话夸大其词 我真不夸大其词 美国就要利用 台湾人来中国大陆 来搞跌破行动 各行各业 都是来给你来搞的 这个是一个事 反正是坚决刀把子 对台湾的态度 是非常强硬的 根本没有什么 他们之前想象 当中的 什么两岸相安无事了 放你个驴儿屁 中国保密法 惊起生效 台湾反应大 呼民赞勿忘 在扩大打击 间谍法律 不足一年之际 中国大陆 再大幅扩大 国家秘密范围 相关的 保守国家秘密法 经一日起 正式生效 台湾官员呼吁民众 暂时不要前往大陆 行前必须参思 而中国欧洲商会会长 早前已向美国的纽约 时候表示 中国不断扩大敏感资料范围 将令企业更难以取资料 以做出投资决定 当然了 他们老是喜欢往这个上面去引 我觉得本身就是很扯淡的 这个你要获得中国的一些什么资料 对不对 这个有西方的大量的企业 有很多的CEO总经理 他本身就是特派员 他不是来中国来搞生意的 借搞生意之名 来从事谍报活动 窃取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 对不对 金融里面也有这个谍报能源 你想那个普华永道 那里面不是大量有谍报能源 普华永道这些公司 对吧 在恒大这个事情当中 他不是故意来搞你 给你来埋下金融重大隐患 那我们的监管部门 为什么也不监管呢 因为我们大量的 在这一块的监管能源 被美国测反 渗透成为谍报能源 所以我说过 我一直以来 国家现在的这个政策 对吧 我一直以来都在分析和判断 这个政策 以及呼吁 以及给了很多的意见 一一都在采纳 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所以我说过 大家在这里要多留言 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 我说是归我说 大家留言也要很积极的 所以大家你看看现在 我说的一个个事情 一个个条例都往那上面去搞 所以说现在就是什么 要杀人 要开杀戒 对的这些二鬼子 就要像上次那个16年 四川的那个逼货一样的 直接拿枪把他打死 现在就是杀的人太少了 中国人口那么多 像一些垃圾废物 杀掉一点又没关系 他们活着也没有那个意义 对不对 你说你活着 你做好一台造粪机 不给国家 不给别人添麻烦 老的挺好的 但是你说你活着 要给人民 既要给同胞 又给国家添麻烦 那这样子你活着干什么 对吧 这样子能可以随意的 剥夺他们的生命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叛徒 我们不需要去联名叛徒 尤其我说过 那个网上的什么法律顾问 什么法律 没有什么法律博主 财经博主 还有我上次发在我这个社群里面 一个东西 说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人的 这个死亡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博主世界同情 在他造起来 我说你是个什么物种 你这种人是个什么物种 这种人他们必须 满门操战 他父母也是有罪的 不是说他有罪 他父母也是 他父母的教育和父母 生下来他就是罪恶的 我发明一个词 这叫罪恶的诞生 这种人 他父母就是我们这些汉奸走狗 这些爪眼 我必须干掉他们 不能给他们留活路 对不对 你中国 可以把这些人给他关起来 进行这个集中的活体实验 反正西方也一天当晚做活体实验 我们他妈的也要做活体实验 把他们弄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话 不是说那人听上了毛骨悚来的话 而是他妈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就多少他妈的 比这些二鬼子 这些汉奸走狗 形势很严峻的 美国就是依靠这些人 在中国发动这个 跌爆 他们希望我们都都死绝了 对他们不能有任何的怜悯之情 我们必须要学会对待这些败类 要什么 要冷酷 对待什么台独分子 这些奋力主义者 我们必须要冷酷 冰冷 要坚硬 这样才对 所以说我不会联名任何一个台独分子 他们必须去死 所以这是他们最终的归属 大家说是不是 对吧 然后我们再一个 看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美国没料到会遇到中国这样的对手 出现战略失误 目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接受了英国的金融时报专访 该专访文章于419日发布 谈及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时 斯蒂格里茨指出 问题的根源在于 美国从未预料到会有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 因此并非是中国出现贸易违规 而是美国出现了战略错误 他举例说 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在十多年前并进行战略投资 而美国却毫无动作 斯蒂格里茨现年81岁 是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 相处在耶路大学 斯坦福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代理经济学教授 93至97年 斯蒂格里茨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 现任为成员 后升至主席 97至99年 他代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兼首席经济学家 那么他们一直以来呢 就是认为 就中国呢 根本就不是个对手 但是现在 画黑字给大家念念 并非是中国出现了贸易违规 而是美国出现了战略错误 斯蒂格里茨直言 相对于中国 我们对工程的投资不足 中国让自己处于比较优势 而我们还没有接触这一点 大家要知道 美国在美国为什么 在这个冷战结束后 他会出现一系列战略错误 原因就是他们不把中国当作对手 而中国呢 当时的忽悠玩的也挺好的 这个包括普京 也是成功的忽悠了 这个这些美国的这些 所谓的战略家 因为大家要知道 美国不把中国当对手的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他自我洗脑成功 他认为他打赢了苏联 打赢了冷战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说过 在这个历史课门当中 不会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美苏龙冷战的同时 还有一场中苏冷战 中国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中国当年是 付出了巨大的战略代价 我们为了搞垮苏联 甚至搞个搬迁三线 我们拖住了苏军 在欧洲战场的兵力 分散到了我们的边界 他是成兵百万 什么概念 苏军成兵百万 在中国的边境上面 才让你美国腾出手来 他妈的更好地去对付他 所以说中国 是做出巨大的战略牺牲的 但同样由于我们对苏联的 这个冷战 是中国 应该这样讲 是美国配合着中国 打赢了这场冷战 美国他根本就没有 他是在什么 冷战我们分为硬性对抗 和软性对抗 美国是利用软性对抗 赢得了战争 比如他和平演变战略 但是在硬性对抗 这一块 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同样的 在软性对抗这一块 中国也是 出了很多的力 譬如说 他们苏修了 对不对 中国 让苏联 走上了理论 道路 文化和制度 不知性的一条道路 所以说 这一点 美国 他独揽了 冷战的功劳 但没有 中国 他屁都也不是 当年在 七八十年代 是苏工 没手的一个局面 不要开玩笑 苏工 没手 当时苏联 在全球的这个地盘 你知道有多大吗 当时他一九八一年 搞的西方 八一 那个军演 把欧洲都给下尿裤当了 很恐怖的 五十万大军 多少个时间内 直接推进到巴黎 人家搞军演 直接就邀请你 北约的这个军事观察家 到现场去看 大家看了都下尿了 当时的空路一体战 如此的先进 非常恐怖 啊 那个西方八一的 那个军演 代号直接就叫西方八一 非常恐怖 啊 对吧 所以说 美国的这种战略误判 那是他们没有眼光 啊 我觉得在美国 在尼克松以后 就没有什么优秀的 这个总统了 啊 里根那也不是 啊 对吧 啊 也就这个克林顿 他妈的坏点 他的第一任期 是比较 牛逼的 这个克林顿的第一任期 啊 第二任期 由于他那个吃鸡巴的 那个事情 啊 搞到他就被束缚住了 啊 他那个时候就不行了 第二任期就不行了 克林顿啊 当时他最大的这个失误 对吧 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最大的失误就是 让中国交入了世贸 呵呵呵 啊 但是呢 我也说过 这就是我们的机遇啊 对不对 啊 好吧 所以说美国啊 他一直以来不把中国当对的 看不起中国 现在就得为这里来买单了 啊 所以老兵也说过 现在中美就属于什么 标准的新冷战 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台湾 你以为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北京正在酝酿呢 你以为你今天还在那叫牛逼哄哄的 啊 一帮傻屁 谢谢各位支持